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千多字 这个段落我们依据感应品汇编来介绍 它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详细的注解 引证是难得的一部好书 我每一次跟各位报告 这个数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顺序 第二十二段 经过事寡 敬老怀佑 这八个字 过去我介绍的时候 曾经编了个课判 前面正极画人 这是画他 画他里面 头一句是总书 正极画人是总书 那么往下 这在详细列出空 那么二十二段 这是行人 也就是说 人慈 仁爱 如何落实 这里面引用 古人诗证 说文王之阵 不过悦 哀此准读 言语很简单 真正符合中国古时候的要求 简要详明 这四个字 就将周文王 智国的理念 目的 完全说出来了 怜悯这些 孤寡老幼 使他们 都能够 免除一些忧患苦难 疑养天年 这是人阵 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能够行人阵 这就是圣王 这就是圣王 由此类推 地方的官员 也要懂得 也要懂得这个道理 推行人阵 在我们佛法里面 在我们佛法里面 在波若不离 人亡护国 波若不乐 过去 我们也曾经讲过 介绍过 这个治理国家 领导 神众 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 佛法 佛也是把 怜悯 救济 这些 观寡孤独 老儒 残障 没有人照顾 要特别 加以恋爱 特别 去照顾它 那么在现在 我们成为 社会福利私益 老人 福利私益 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 都很认真地 在推行 这些都是 这一段里面 所说的 接着它说 父子之治 也不过 老暗 少怀 孔夫子 是我们东方 大叫一家 他叫人什么呢 也是 教人 这段事情 由此可知 释出世间的 大声 大喜 都教导我们 这段事 尤其是 佛法里面 讲因果 我们 不尊敬 老人 不外乎 老人 不照顾 老人 是问问 我们自己 会不会老呢 我们自己 老了 很希望 有年轻人照顾 有一般人 尊重 佛常常在 经论上 教导我们 深信英国 这个话的意思 很深 很长 我们要能够深深地体会 所以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爱护别人 就是爱护自己 照顾别人 就是照顾自己 在这个里头 最重要的是真诚心 这个就是菩萨道 佛在经论里面 教菩萨 修学的六个纲理 六个原则 在佛经的名词 称为六波罗密 一般在讲经 只是把这六个名项 粗描淡写一下 就过去了 让听的人 听起来似是而非 好像懂了 其实一点也不懂 这六个纲理 这六个纲理 述不尽点 释迦牟尼夫 述法四十九年 听听讲 由此可知 它的意义升光 尤其重要的 要落实 第一个是不是 对于 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 我们要特别关怀它 关怀是不识 爱心的不识 慈悲心的不识 不识爱心 不识慈悲心 不识真诚心 不识亲信心 这一类的不识 这一类的不识 很少认输 只知道看到 他们有衣服穿 我们去买几件衣服送他 他们有吃的东西 我们送他一点粮食 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 这个功德做的就不圆满了 不但是不圆满 实在讲没有功德 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 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 圆满的福德里头 是有真诚的爱心 真正的不识 赵诸 慈悲救济 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难 我们学佛的人清楚明了 人到这个世间来 是两种业力 一种是引力 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胎 这是五级 过去生中 无戒指的不错 我们凭这个得人身 虽得人身 每个人一身果报不相同 果报是属于满意 圆满的满意 满意的 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悟 我们这一身 容貌 身体健康状况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 是属于满意 那么这些观寡孤独 他们的引业跟我们相同 都得了人身 满意不一样 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 他贫穷没有财富 什么原因 没有修财不实 坚财富 坚贪吝啬 所以受贫穷的国报 他没有智慧 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 是全身 没有修法不实 身体不好 不健康 多病 没有修无微不实 我们从果要看到因 从他现在所造作 他的思想隐形造作 那现在在造因 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国报 这个道理 说身很深 说钱也很浅 钱的道理与事实 我们有能力 觉察得到 深一层的 更深的那些道理 事实 我们促学的人 体会不到 总而言这一句话 六道十法界 乃至于佛法 讲的一真法界 都离不开因果 所以佛家常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离不开因果的定律 我们要想自己 生活得很健康 很美满 你要修因 帮助别人 应该以什么为主呢 帮助他开智慧 要以这个为主 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 真正帮助他 利苦得落 永托轮回 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了 你是真的救急他了 不是 却一 送衣服给他穿 却十 送十五给他 你救他一时 你救不了永久 你帮助他这一生 他来生怎么办 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佛家的教学 是教人 明了 因缘果报 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是什么因缘造成的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修正 来改善 这是真正的救急 不了解 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 断卧修正 他很难做到 不要说我们劝别人 人家不容易做 我们自己发心了 出家了 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 我们有没有天天认真在做 断卧修正 没有啊 没有啊 卧修正 还是天天在增长 没有减轻 什么原因 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 所以学佛 不是个容易事情 我学佛 在一般人讲 很幸运 运 运 殊 殊 遇到的运好 年轻的时候 遇到一个老的长者 在朱金州老爵寺 我那个时候是26岁 他老人家大概是70岁 70岁 71岁 他跟黎炳南老爵寺同年 他送我一本了凡思讯 我学佛第一部念的 就是了凡思讯 从这里下手好啊 这是从因果下手啊 我念了几十遍啊 身心悲 从身心因果上扎根 然后就晓得 毛病习气要改正 要断 随身 自己 烦恼习气 后果不堪设想啊 能够把这些毛病习气 彻底改过来 前途一片光明 辽凡思讯 辽凡思讯的落实 就是感应品 凝固禅思 宋哥 辽凡先生的功果歌 功果歌 以什么来定的呢 以感应品定的 所以感应品是 辽凡思讯里面讲的 因缘果报的落实 我们在 视讯里面看到 他在宝敌座县长的时候 推行的是人证的 就是辞地所讲的 自己 生活特别借鉴 以他的俸禄 来帮助这些 古寡 贫穷 收养这些孤儿 天资聪明的 请老师来教导他 那宝敌 持顿的 帮助他们 学一些技能 使他长大的时候 有一技之长 可以谋生 可以独立 这才是真正的救急 所以是处世间的圣人 他们所做的布施 纯粹的是法布施 普贤行音品 诸位都念过 金刚经 大家也念得很熟 佛讲 焦粮布施 财布施 大千世界 切薄布施 都布如 金中 四居济布施的功德大 那什么道理 大千世界 切薄 布施供养 只不过养生命而已 与惠命不相干 养生命 你得一身 风衣诸食 物质上的享受 你只能得到这些 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 佛经的四居济 你要真正明了 真正通达了 的确 转进阶 确确实实 可以帮助你 超凡如胜 永脱生死轮回 这大不是 怎么能比得上 我们今天学府 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 这个世界有灾难 昨天还有人问我 问我这个灾难是真的吗 有没有方法避免呢 方法有啊 太多了 可以完全不受这灾难 什么方法呢 提升自己境界 你就不受了 你现在在人间 要受灾难 如果境界一提升到天界了 这灾难与你不相干了 如果再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 佩智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你就有能力 就苦就难 你怎么会受这个灾难 所以我说 我们身在这个世界 对我们修行来讲 未尝不是好死啊 没有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 我们还英雄苟且 还想着 今天过了还有明天 今年过了还有明年 慢慢来嘛 现在遇到这个事情 知道啊 不积极 认真努力 不行啊 对于水泥增上缘了 能够把我们的境界在短时间 加速度的向上提升 这是好事情 那我们想提升 升不上去 升不上去 远远在哪里了 执着放不下 是非人物贪嗔痴慢 这个东西是累赘的 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放下 提升 不难的 难在你不肯放下 自私自利 不肯放下坚固的恶痴 这种坚固的职责 就像冰一样 冰冻啊 中国人常说 冰冻三尺 非日之寒 我们现在那个坚固 这个执着 无量界来的冰冻 我们都知道 冰冻不是真的 遇到暖气 它就化解了吧 暖气是什么 智慧 智慧也开 就化解了 今天大家坚固的执着 使你智慧不开 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功夫 没有智慧 你决定放不下 但是放下帮助你开智慧 智慧有帮助你放下 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菩萨道里面 从出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他们用的什么方法 就是这么个方法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说佛 最重要的是真干 我知道多少 我就做多少 当你做到的时候 你智慧又开了 智慧开了 又可以多做到一份 这两个方法 永远在轮转 在相辅相成 把我们境界往上提升 不肯放下 是最糟糕的事情 中游智慧 你的智慧停在这个地方 不会再向上提升 因此 不断地放下 你也就会不断地 增长智慧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一定要认真 努力去做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这个世间苦人多 古时候 人家有两句话说 岁时春日少 在一年当中 好风光的日子不多 世间苦人多 我们要想想 他受苦 跟自己受苦 没有两样 我们看到他受苦 就想到 我们也有像他那种日子 过去有 将来还有 我们在过这个日子 习求别人帮助 习求别人怜悯 我们今天看到了 如果不生怜悯心 不生帮助的念头 我们受苦 我们受苦受难 也没有人理会 这一定的道理 随于遇到世间苦难上 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不分恩怨 一律平等 尽心尽力 伸出援手 去帮助 这是你真正的觉悟 你真正明白了 知道自己应该这样做法 今天时间到了 就这样做的 就这样做的